偶遇 好林默 这里我跟你说 因为他们是没有跳的 你是在跳的 如果你把声音 coupe 如果这样锁住的话 它很容易让你不舒服 所以是 全部用你的声音把这个气全部推出来 你的动作在动 你知道没 我的身体在动 所以这个声音会 全部把你气 Boden 把声音放出来唱 你如果是 你一個動作會鎖在這 第二個你唱也唱不出來是嗎 你在唱之前 因為你要唱了嗎 這是一套很長的句子 所以你要幹什麼 所以你要吸氣 你要吸一口大氣 因為你不吸氣那當然不行了 還有吸氣口 吸氣口很重要 因為你唱的是 我都對熟悉背影不敢走近 卻又期盼你 那一下 再次相遇 抱著遺憾 要記得偷氣 你自己要偷氣 不然的話你唱不完呢 這段 你什麼時候吸氣最舒服 你要找到自己唱歌的時候 吸氣最舒服 你自己要去吸氣 但是那個位置不能是錯的 你比方說 1023 休息 背影不 這就不行了 1023 休息 背影不敢走近 卻又期盼 再次相遇 抱著遺憾法 這就是對的 每個人的聲音它有一個跨度的 在某一個跨度 它就會換成另外一種聲音 它分三種 Head Medium 和Chess 就是 胸 中部和頭部共鳴 每個人的英語都不會一樣 我發現一個問題 一個就是 估計到了舞蹈 就沒有估計到唱歌 估計到了唱歌 就估計不到舞蹈 就這兩個就是在打架的 正常來說 是不是在跑的時候都在吐氣 對嗎 這也是一樣的 1 2 3 是不是在吐氣 這就很正常 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誰都會在跑的時候 就是 所以你要學著去適應它這個吐氣 跟吸氣的這個過程 你不要把它憋著 你們知道嗎 有一個問題 就是其實每一個人在唱歌 有自己的習慣 應該是按照你們不同的人的不同習慣 來做聲音體系 你們去判斷自己的聲音體系的時候 是這樣去判斷 首先第一個 我在唱歌的時候 我用嗓子比較多 還是用肚子比較多 還是用胸腔共鳴比較多 這個一定要找到 因為有的人比方說 打個比方 周世元他一定是 他肯定是用chess用的最多 但有的人會覺得 我用嗓子用的比較多 有的人會覺得 我用的氣比較多 我是在控制氣 那所有的百變不離其中的 就是聲帶 你所有的聲音的發出來 全部都是靠聲音的振動 聲帶的振動 如果你沒有聲帶 你隨便你用哪兒 你都唱不了歌 你有本事跟我說 你那個用氣唱歌的 你都把聲帶給我切了 你給我唱歌出來 不可能 所以一定是聲帶 所有的一切都是在控制這個聲帶的 完了以後呢 再確定了你自己在哪兒用氣 比方說 林默應該是嗓子跟chess 比較多一點 head voice用的少 像王嘉一他的head voice 他本來天生的嗓音就比較高 所以他可能用head會比較多 這樣就一定去找到自己 自己最合適的那個範圍 然後去練那些 你們在現在練的 去找你那個P的那個地方 那個卡住的地方是什麼 那個就是你的轉音區 在那個地方的轉音區 就是你不擅長的音域 這個音域可以用一直這麼磨來磨去磨掉 但是它還是會在不同的咬字 會把你那個問題還是會突現出來 在練的時候你總會發現你在哪裡會 卡一下 卡一下 那就全部都是你的轉身 轉身的地段 那個地段的音就要小心 怎麼練呢 就是 這是一種 第二種 兩種方式 比較最簡單的方式 可以的 加油 一會兒舞台見 謝謝PV 謝謝PV 沒事 謝謝大家 你們可以的 謝謝大家 好 可以的加油吧 沒問題了 很棒 Let's go 加油 很棒 很棒